五金新闻一开始 先来关注我国的经济状况 首相纳杜斯里安华揭露 我国的国债总额已经逼近 一兆2000亿令吉 这比庞大的数字 更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80% 如果问题持续恶化 我国的赤字或许会从 2022年的5.8%进一步扩大 安华说 这个问题必须立刻解决 而其中一个方法 就是减少数量和探数 我们发生了一个大量的监装 在两个月我已经在传统的监装 我可以知道 3-4笔的监装 可以解决 而是我们的参与国内 和共产党的政治 安华今天在财政部出席 2023年财案对话会时还点出 如果加上国家的负债 我国的总债务将会冲破 1兆5000亿令吉 另外也是财政部长的安华 将会在下个月24号提成 2023年财案 安华表示 政府除了会重点关注服务业 以及涉及庞大劳动力 并拥有巨大潜能的中小型企业 创造更多经济增长的可能性